3月16日 电影《流浪地球2》幕后交流会在香港举行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 影片主演刘德华 吴京一身白色卫衣 现身香港会展中心 分享电影幕后去世 畅聊中国科幻电影未来 除两位主演外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流浪地球2》总监制傅若清及导影郭帆同样出席交流会 当被问及接拍该系列电影前 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的想象时 吴京坦言 此前科幻题材在中国没有明显的信号和代表作 但是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 电影始终要迈出这一步 就也是新鲜好玩 科技一直在进步 那我们的科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这种心 探索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去踏出这一步的 所以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绩 其实也是来之不易 也是很多的中国的科幻迷的支持和广大观众的支持 它都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 据悉 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 在内地创造约40亿人民币总票房 自2月在香港上映以来 累计票房已超过1000万港元 香港演员刘德华也参与特别演出 他说自己对科幻电影有一种浪漫的想象 他觉得科幻电影是有温度的 就是科幻电影既然是一个幻想 但是导演会从科学的那个角度去 去分析这个事情 《流浪地球》到今天都是不停在 把科技的电影加了温度 对 我觉得下一个《流浪地球3》 它的温度会比现在更强更热 此外 导演郭帆也在现场透露 《流浪地球3》目前已有 故事构思及框架 但仍需时间梳理电影制作方向 比方说我们会发现最近期XXGPT的出现 包括前两天的GPT4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已经在图形图像学 自然语言 包括音乐 写作 这些各方面都会有人工智能的介入了 据悉 《流浪地球2》是一部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流浪地球2》总监制傅若清表示 香港与内地本就是一个大家庭 近年来 中营与香港电影公司合作紧密 他相信 未来两地影视行业继续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合拍片前景必定向好 其实一直以来 包括艺人们之间 还有中营和英皇和环亚等等 和香港安乐等等的一些公司 我们都是非常密切的合作 所以未来的前景一定是向好的 而且这种合作会更加的紧密 优势互补 然后资源共享 也一直是在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